嗨,你好,蘇谷,今天这一集,这个世界杯狂议已经去到16强,我老实说,不怕老实说,过往36强,我每天都在回顾,加上又续场,就算不看都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也身心俱备,所以今天邀请你回来,继续跟我们讲一下前瞻的压长波,已经来四天,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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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你应该也有一些意见,对于过往的36强球,不如这样吧,我们直到正路了,说今天两场球,荷兰对美国第一场,顺便你有什么看法,不妨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是,两队球我都觉得有一些平平无奇的,就是荷兰的传统强队,都要做正路要赢的,都能赢得到,但是你看到他的战程又不是非常有说服力, 是,就,但美国在英格兰的身上,拿到分,就是顺利出线,都是平平均匀,我就老实说,虽然今年小组赛呢,都有很多刺激的赛果的,但是就似乎没有这两对粉了,这两堆粉就似乎,荷兰和美国似乎是,就是很正路的,那些球都很平平, 你也听过了,水门事件,或者是陈冠军的艳照门 但是荷兰呢,我就会说是荷兰门 是 我看荷兰的那种方法 好,我就叫荷兰月亮 是英文 Hollern moon,Hollern moon 他又不是,如果他爆冷输给弱队 那又不闷了,是吧?他又赢得了 所以这个你刚才的说法就是这样 赢了,很正路的赢了 是不是水人舍地,是不是普天国 又不是,他又会失账的 但是他失账之后又有些赢得把握 整件事很正路 雲交易呢?他是不是智术大师 不知道,我大概觉得他是催眠大师 我看荷兰的时候,我有点意外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他有些球员,有些球员都是第一时间起脚的 我就立刻想起他教曼联的时候 雲佩斯和赫里拉都说过 他不让人立刻起脚的 他严禁自己旗下所有球员,第一时间起脚的 他是要确保你的控球权 就是说他宁愿错过入球时机 也不冒险失控球权 他一定要你先控一下 你记不记得第一场球员呢? 第一时间,怎么办呢? 第一场球员对赛里加燕有球球员呢? 迪壮呢? 空门,面对面,招空 可能就是很听话 但是我也记得有些荷兰球人第一时间起脚 我心想死了,回去就被他骂到上正法版 他对于自己那种保持控球权的执念 是近乎宗教式的 你可以说好像信仰那些 或者以前有些罗马天主教有些修士 苦行真,用一些铁钉皮带 枯自己流血 然后用苦行去表达自己的信仰忠诚 我想他对于 雲高尔对于球员控球 不失控球权的执着 是近乎信仰的程度的 但是你记得八年前 他教的那对荷兰有云佩斯 插水那届 不是那么闷,但是这届是那么闷的 你说他插水顶头锤 赢西班牙第一场 我就在想 他不让别人不控球射门 那投锤怎么办 是的 投锤是公门来的 但是投锤不能控了 你以为好像海洋公园的海丝 海狗、海豹那样 就是海豚那样 先控一下 头部控一下 然后再控一下 他的双重标准是容许球员 投锤攻门 但是他同时不容许球员 第一时间起脚 那为什么脚和投锤会有个分别呢 你投锤第一时间攻门 其实那个准确率 就是他不让人第一时间起脚 就是说他射门的准成度会低了 射门准成度会低了 有机会不进就给控球权人家 诸如此类 但是投锤也是 投锤的准成度都是低那只脚的 那你又给球员投锤 除非云高尼 执教的所有球队严禁投锤 那他个人就一致了 他说就是这样的 我也说 薛里拉和雲培斯说过 他不让人第一时间起脚 薛里拉回顾还说 我试过有场球 第一时间起脚 他冲了我 下一场 就是很夸张的 这个人很痴妈的 但是我这么看 美国呢 我挺喜欢的 其实他第一场球应该是赢得了 你已经 是 薛里斯很幸运的 而且英国那场球也有得赢的 但是他就 有得赢 起码都算出到线 但是我觉得这对 虽然英格兰就上风波 但是美国是有机会偷鸡的 也不是说一面倒的 那我们是股球了 荷兰对美国你买哪里赢? 荷兰对美国 我都觉得是正路的 应该是荷兰的 但不是真的那么抹倒性 我想美国你要 我想不是说去到七三八二波 我想是六四波左右而已 那倒是 不过 荷兰应该很难爆冷输给人的 以他这么稳定的 而且荷兰在小组赛队那几队 其实不是给对方没有射门机会的 其实对方有射门机会 对方射不进的 如果美国能把握到的 其实爆冷是不出奇的 我觉得六四波 都是荷兰高一点点的 你猜几几几几 好正路,2比0,2比1那些 你是不是只准我说一个 你只说一个 我保守点2比1 我觉得可能美国有偷到鸡 我本来想说2比0 2比1 我拼美国赢1比0 好,我都同意这个可能性是会到的 我也觉得荷兰如果被人偷了鸡 然后他死守也未必攻得入 如果荷兰和美国没意义的话 我们就跳一下阿根廷对澳洲 这个都 阿根廷就真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澳洲我们Facebook都说过 或者WhatsApp都说过 澳洲真是很厉害 有两队球是浪费了16强位的 澳洲其中一队 陪跑 荷兰和澳洲 有些投队都不强 都输 但是人家好看很多 澳洲真是不好看的 但是你想想澳洲 他界界都是 5354的人进来 好像2006年他入了福赛 然后八年前他进不了福赛 然后KH又做了金球 他每一届都有些代表作给你记得 尤其是金球是最离谱的 因为我看回人脚 不是打英贯 就是打苏超 或者日积 或者澳积 就是这些人而已 英超都找不到一个 即是你不是基维尔为杜卡的年代 没有啊 这些人都没有啊 这些人都没有啊 这个什么历基 都不知道是从哪里走出来的 所以 按照你说阿根廷就没理由 阿根廷就没理由会输了 现在 上场波他赢 波兰 很多人都说 去年南美国家杯 那对阿根廷就回来了 你看到美斯 我都说阿根廷就不要有美斯以来症 他只要 就是要用另外的10个球员的话 这对阿根廷就不用打得那么惨的 因为他 阿根廷第一场输了之后 都反弹了 就是表现是好很多的 是啊 他好像首先 对波兰那样 上半场都是美斯以来症的 但是下半场已经 教练 一改一改 这样 之后两个入球都跟美斯无关的 但是不代表美斯表现 你提到 另外一队浪费了16强位的球队就是波兰 波兰 波兰和澳洲 真的很离谱 对 阿根廷澳洲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如果不是的 我们就 估计 我估计 没什么了 没什么了 阿根廷澳洲 估计 估计多少 我想起码两颗 至码两颗 真的起码两颗 是 2-0 2-0 2-0 大家没有意义 准备3-0也不出奇 2-0 我们很快 这个克罗地亚到日本了 我主观的愿望是大和的神风逼抢可以赢 但是当然大家都见识过 他对强队偷鸡 他和对5-5波或者他是上风波的主攻也是两回事 他对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又不算下风波 应该克罗地亚算高一点 但是不知道克罗地亚会不会阴他 见他攻不入阿大姨妈呢 他可能会不会缩后呢 克罗地亚又特意缩后 但是你要看一下 其实如果克罗地亚的钟场挺强的 那是 但是你一向都强的 我是觉得 摩迪真的很夸张 这样的年纪 中有这样的表演 但是 日本 他的活力 整体走位 我觉得 都cover到的 你说5-5波不出奇 其实我觉得如果克罗地亚 阴日本死守的话 当然了 克罗地亚未必会这样做 老实说 克罗地亚可能会打回自己的加坡 我攻强的 中场强的 你又不是什么强队 你还低我一点点 那就大家斗攻了 这个会正路一点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抓克罗地亚 抓他路 见他对大姨妈这样 输得这么惨 然后说 特意缩后来给他打的话呢 其实我认为日本也没有急 你自己叫做低半班 不要说低一班 以现在日本的实力 我觉得其实他欧洲二线实力 是不容置疑的 他可能跟丹麥打5波 我觉得日本就没有急于共 没有的 就等完场了 射十二码好吗? 射十二码输 射十二码输入是你黑罗地亚 仰衰而已 你高了半班射十二码 你和我拖到射十二码 玩一手日本 将士用命射十二码赢 你不要像上次偷鸡那样 上次比利时偷鸡说 拘捕他怕打加时输 直接不要拘捕 留一些体力 你黑罗地亚不上 我都不上 那波放在中圈没有人踢 我都不走来跟你攻 如果黑罗地亚是用到招数 是扮哥斯大姨妈 扮下风波 跑去死守日本 日本不要强攻 是不是? 你本来你高一点 你甘愿跟我射十二码 我就奉陪了 是不是? 一起射十二码 反正射十二码大家 就不要谷尽自己的体能 甚至乎你不会真的把球放在中圈没有人踢 我又缩你又缩 我不信你黑罗地亚不攻过来 你攻过来我就打反击了 我觉得日本就不要中计了 如果黑罗地亚缩你就不要强攻了 你猜多少 我猜 我猜 他也不是说干净 他也算是2比1 日本赢了 或者再踏多一条 0比0射十二码 我就猜黑罗地亚会赢2比0 因为我觉得黑罗地亚这队球 我们世界杯前以为他很老 谁不知这个教练是好东西 以老大是新的 新的那群前锋那几个 射了球 赢了球 卡玛利 所以我觉得日本 老实说 德国和西班牙是真的黑暗眼份 让他偷好鸡 还有当然 有些争议性的东西 还有 没有真意 我不认为是真意的 那球怎么也没有出界 一定是没有出界 肯定 我画了图 你有没有看我的Facebook 画了图 什么叫出界 你画了图 你懂立体的 那球球一定是overlap 和白界线是overlap 肯定的 肯定的 是没有出界 那球根本都没有离开 如果倒转 判日本 还有有些网上球迷 我坏地说一句 都按 理据是说 他暗示那球球还没有出界 他暗示潜台 但是他那个理据是什么 这些球平时球证判了出界的 我心想 平时错就不等于 这球要跟着错 你平时红人过马路 没有被人抓 我想说 突然间被人抓一次 你会不会跟个咖啡仔 咖啡妹妹说 我平时红人过马路 都没有被人抓的 这样子 冷静点 go line technology 是不是那个球要 completely过了才建档入球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不是那个球底过嘛 宅介入不入先 宅介入不入 不是计球底 我这些人都傻 他说计球底 有些不懂球的 就让球迷散 就算有些认为 那个球出了界都散那些 很简单的嘛 那个球如果不是地球 高空球 那怎么计算过界 那个球根本没有碰地 是不是 高空球 难道计球一半 重心 重心一半进了界 当然计球完全脱离白界 一直球例都是这样的 而那球球是 没脱离白界 立体高空来说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那球一定没出界的 肯定没出界的 无论高空角度 那张高 现在大家流传 那张高空角度的照片 它是碰着一点点 但我们告诉大家 要留意 那张高空角度的照片 那个龙门框 和那条底线 未成一直线的 那个龙门框 稍稍在那个底线的右边 即是说 它的镜头角度 就在场内多一点点 即是在那条白界线左边多一点点 即是说如果我将那个镜头 移正 去右边 令到那个龙门框 和那条白界线 完全成一直线的话 那波只会 overlap那条白线更加多 所以是毫无疑问的 没有争议的 所有那些民宿在那个直播 在外国的直播 那些说 Contra Rosso 看它老尾 是完全 no doubt 是no doubt的 这球是没出的 是no doubt的 别人说 那张照片可以做那一手 你看回片 我那张图 是直接是片 即是 那球球连贯动作的影片 是以那波最出 最偏左 因为那个镜头角度 就是底线以外是左边 八界线以外是右边 那波最偏左那刻 我夾图 那波最偏左那刻 我夾图 接着我将 那个 的波 那个底那个位 水平 拉去那个 那个八界底线那个位 接着那个交叉点 向上垂直 撥一条线 那条直线 是在波以内的 即是 你画张照片做手 OK 我看一条片截图了 已经 即是 我觉得呢 就是 都还是有些人 我不是说你 你可能看另外一种想法 认为这个波是 controversial 我看网上的留言 有些人还是 可能部分是德国球迷 另外有些人就是 虽然全世界都很赞赏日本那种气势 但是有些人还是喜欢传统强队的 都是不抵得日本那样 那样威風的 有点心态 有些是傲晴的 就说 就像刚才的讨论 他承认那波还没出界 他在暗地里承认那波还没出界 但是用惯常判断 这些波平时 球证判了出界 平时是平时错 大哥 现在有新技术 永远世界是进步的 平时错 现在就糾正回它 大哥 就是你不能够说 我平时红人过马路 没有被人抓的 接着今天你给个咖啡仔 咖啡妹抓 接着你跟我咖啡仔 咖啡妹说 我平时这样过 我都没有被人抓的 你神经病 这些理据来的 都没有逻辑的 这些赤鹿说话 就是你那些什么 平时怎么判 有些不懂得球例 那些算了 不懂得球例 那些就算认为 那波出界 那些都会反驳他的 不是的 那波是计立体完整 高空出界的 不懂得球例 那些out of discussion 不用理会那些 但是懂得球例 那些仍然认为 那波出界那些 就真的很奇怪 没可能出界的 就是你怀疑那张照片改图 那么问题是 我已经在看视频那里 卡出来的了 已经 是不是 真的没出界 真的没出界 真的不要挖日本 人家这么努力 那波就快出界 我追上去 全中 就是我们看足球 就是欣赏这些拼劲 就是我在一些 private group那里留言 我都relay下去的 就是譬如很简单 我们喜欢看这些球员 拼劲 是吧 大家都见过 可能大家都见过 YouTube有条片 讲万联时代 卡云尼和斯朗仍然是同队的时候 有球球 斯朗在左边 看到很远他不追 你知道 朗哥就很喜欢 放球王风范的 就是那些 徒劳无功 丧追养水 就租不了那些 他不做的 就是他要是那些 王者嘉林 高高在上 狮子樸套那些气势 卡云尼在右边 在禁区顶右边 反追回到左边 虽然抢不到球 但是逼得了角球 你看看那两种态度不同 但是现在我们这么难得 看到日本 看到那个球就是出界 结果可以变成入球 就不要因为一些 错误的观念 一些偏见 就去否定这种努力 就是大家都不想见到 球玉那种 那种 看到那个球不追 自重身份 不会让你看到 他跑到气咳 最后都追不到 那种 大家不想见到这种 我公道说一句 那球是问题球 就是一个讨论 但是我觉得日本 不是问题球 完全不是问题球 完全不是问题球 但是我觉得 日本的表现 是不能否定的 他那种拼劲 我是肯定的 就是我这样看 日本就真的是 两支强队 都盏眼分 让他搞定 第一球要多谢 西班牙的门将 近书这么厉害 我真的很幸运 我会再详细说 我会觉得 黑罗地亚应该不会这么容易 就是会今次 黑眼分会被日本偷渡 我会这么看 是的 因为他不是 差距那么大 那个实力 那我就猜2比0 你猜2比1 是不是 我猜2比1 日本赢了 或者0比0 我猜2比0 我猜2比0 0比0 OK 那你买200 OK 那下一个就是 巴西对南韩 昨天又是 咦 就是两条 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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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 巴西对南韩 怎么看 南韩应该我看 没什么机会偷鸡了 应该没什么机会偷鸡了 其实他最后 赢了 葡萄牙 就是很离谱 第一球就是 球玉助攻 第二球就是 放水 我真的看得呆了 三个人围着老孙 三个人围着老孙 可以让他传出 六个啊 继续后面那三个 六个啊 后面那个距离太远了 接着接球那个 隔两个身位这么跟 兄弟 你三个人围着老孙 你一个标两个 包他没可能传出来 你三个站贴一点 大佬 隔两个身位这么围着 南韩领队 然后传个球出来 跟着那些人又不贴 你贴着他 起不了脚 接不了球 如果你贴着他 那球真的很离谱 葡萄牙人 自己有的 那球真的很离谱 葡萄牙已经出复选了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南韩过不了 葡萄牙的 那如果以正路的实力看 应该过不了巴西的 那就好了 智慧下场就对 娜杜利和尼维尔 新坦娜 智慧加小智强和泰来 那就对 新坦娜 娜杜利和尼维尔 这样下场我们足球小将梦幻对决 但不如说说现在这对巴西 你觉得怎么样 这对巴西 挺好的 挺平均 而且他不太信任什么大名的 例如列查理晨 我经常都觉得 列查理晨终于转会去大球会 但其实他 这对巴西的儿子 Richard Leeson 没错 阿扎佳 阿扎佳的儿子 阿扎佳的儿子 阿扎佳和梁洛斯的儿子 但是 但是他其实反映是不错的 还有足球智慧 他走位等等 你可以说他不是很顶级 就是finishing 但是我回来 他这么多年打埃华盾 你又不觉得他有什么 头里上的错误 不是那些走错位 做错决定 英交就射 英射就交那些 老实说巴西整体阵容那么强 其实你有个很正路 reliable 我们不要说很突出 你有个很reliable的前锋 已经很帮到手 我真的没见过他打英超这么久 他今天第一球 第一场那球的车身倒挂 打英超这么久 没见过他有这些 杂技式的高难度射 原来他也有 他二次的位置都被哈里加尼坐在了 他还在那里 但是他以前在俄罗顿是挂碎的 哪个交到哪个球给他 在华顿的时候 他也是打快攻 快攻打地球 快攻打地球 快攻不会这么传 古龙平壤 所以他都打开眼界 重新认识他 有这样的高难度 他连耶稣仔的证损都抢了 可以想不到 哦 是啊是啊是啊 昨天看到耶稣仔打开 你来没什么了 好像说耶稣仔有伤 刚刚最新消息 那也没关系 他都不是正选的 哈哈哈哈 那这场 我猜巴西二比零 他都很稳定的 他拿着两球 卡斯米露 你们曼年那个 我很欣赏 哦是 卡斯米露 他第一时间全球 即是球打下来 控都不控 第一时间全 真是厉害 是啊 那个级数 说回纽卡素的古马蕾斯 都表现 我看不到他会抢到 卡斯米露的正选 哦 卡斯米露 他在有防中 雖然年纪大一点 但是他都不是很体力化 那种 都是打老素 吃老的 站位就走位 那些 你看曼年都看到他的 他失了球 抢得回 再加个漂亮球 整个都是这样的 他埋身抢球 有时候露球骨 他不是跟你斗力 怎知道你软奶奶就抢不了 就是正常的 但是他那些好像我们 就是武术讲的那些 体位 那些体位 关节技那些 就是他很懂得 用身体的那个 的关节形态 去拿那个埋身优势 就是这些真是老波骨 就是他好像武术 泰拳 中国武术 或者就是双手道那些 就是他怎么样利用 对方的姿势 身体关节的弱点 去令对方不方便 不发挡力 去抢对方的球 所以你说他年纪大 体力差一点 但是他埋身又不是很舒适 很聪明 也不是大 30而已 如果你说打防中 是 现今足球30就算大 但是其实就是 防中来说 你27、8 就当打一点 30不是 就是到30多了 30了 正如希望他在曼联 还可以服务到 3、4、5年 35岁都 不要说全球 踢半季 踢三分二季 希望都还可以 但是有个说法 就是说 这对巴西波的欧洲味 都挺浓的 尤其是今届 很浓 不要说这对 其实自从94 其实94都很欧洲的了 不过他欧洲不浓 其实86之后的巴西 其实DNA 其实已经是混血而来的 86之后的巴西 已经娶了个欧洲老婆 他生出来 Obsring完全都不一种 森巴血统了 已经 你邓家好巴西吗 邓家好南美吗 邓家好南美吗 邓家不南美 是吧 就是 那时候 90、94 那些 其实巴西都要欧洲化 是 没错 以前的巴西是什么 你不要说朗拿迪奴 或者朗拿道很巴西 他脚发很深 巴西 你真正的巴西是没有速度的 就是慢慢扭你的 蘇古迪斯 以前比利 扎仙奴 那些 就是好像跳舞 他又不快地慢慢过来 你朗拿道那样爆行 朗拿迪奴都比巴西更加深巴西 朗拿道跟你先爆直线 怎样深巴 大哥 他是几下架脚会有些深巴 但是他真的吃虎是靠爆直线 爆直线怎样深巴 其实基本上86之后 那些都不是纯总巴西 那些细节 都还有深巴 DNA 但是整体格局 都是欧洲风格 巴西 是 是 好了 我们继续讲一下 是毫无组织 不可能是压到另一边 没有原谅 法国 麥西哥的陰工 问题是法国会不会出全力了 他是压到麥西哥的陰工 真是 真是陰工 麥西哥自己不幸 但是其实基本上 你想一下 其实现在唯一的原谅 就是法国究竟会不会两球 握楼摊 就是两球够了 劉力打 还是扯进他三四球 但是你说 或者不知道 如果波兰叔在后面 会不会有些棋 但是应该的机会也不大 波兰的防守都不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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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到他的效防 其实有很多空位 是啊 是啊 麥总一上电 我觉得应该搞定波兰的 是啊 安总 安总 我喜欢叫安巴比 安总 安总的短途加速 就算你密集 都很难守他的 就是他不是跑长直线 他几步就过了你 他不需要跑五六步 十步八步才过你 大哥 他短途加速 他禁区顶 几步去到十二码点 那个六码距离 已经一声过了你 很夸张的短途加速 那波又带得痴脚了 所以其实你死手对着他 还有他如果你说真的插进去 爆进去 不效的他又有软射 是不是 其实这对法国很平均 整个都没什么原谅 是不是问题 波兰呢 你拿着利云道夫司机 那个领队是不懂得用的 就是那个 没有人做波都做不到组织 都完全做不到组织 因为他看回那些图 就是大部分的时间 其他队友是来 他起码是二十多三十码的 就是交到波给他 后卫都已经准备奏水 来招呼你利云 所以很惨 要么就整个要堕后 那你根本就不是 是 不是球会看到那个利云 已经是 老老实实 波兰就真的只有他一个 你想想在欧联 欧霸 你数不得出什么波兰球会 是有些成绩 也没有其他波兰球员 就是叫大名些 在欧洲大方二彩 你不跟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不只是打一个 当年 我意思是不是现在 你不跟当年乌克兰 他不只是打一个舒夫真高 基庫 那些球队在欧华 欧霸有成绩 跟着他还有其他 side class 是支持到舒夫真高 你现在真的只有一个 尼云 也有一个 施智思尼 靠他挡四五 那那个不是fuel player 他不是长距球员 施智思尼挡不好波 波兰顿级不倒 你刚才不是说 他没有被人数 就是施智思尼 就是靠祖云达斯 这个施智思尼 他都够几球的 老实说 就是一前一后 中间断了 是Cash 久不止右边 阿士东维拉 他也不是 他有清职 也不是非常长 你打了什么成绩 你会看到 好球了 法国 3比0 我看他 3比0 我看他 如果他轻松松容易 他就多拿一球 先投 3比0 你也3比0 大家都很一致 OK 那就是下一场 英格兰 英格兰 塞奈加尔 都 没什么懸念 但当然要找些时间招呼 英格兰 上场球 你开心 阿拉 是 是 我说笑 他对手的层次 就不是球会级的层次 但是 罰球 是漂亮的 罰球人 动静在这里 就不关对手实力的事 你说国家 但是 上场 和威尔船的人 一起都是英招的 英招班 是 是 是 但是 你不同 你英超 大部分是 sidcast 和英超的对手 有top class 有sidcast 就继续 一队 狼队 有很多 sidcast 球员 但是他有一些 特出球员 你狼队 我已经特意选绑 那些 昨天有黄起燦 黄起燦 又狼队 但是 你自己拼了一队 威尔斯 是没有这些 这样的 特出球员 蓝丝 不不不不不 所以 就 不可以这样 计 你不可以说 他们全部来自 四大联赛 就有四大联赛的实力 你不是 你全部在四大联赛 自己的队里面 都是sidcast 那就不同了 就不要这么说 就是sidcast sidcast 不要说威尔斯 已经过了 不如他说 英格兰威尔斯 拉斯福特 现在只是正选 这个应该 是 而且他是很厉害的 本来是上半场 左边拉斯福特 右边科顿 下半场 一钓 左右钓转 哇 那就赢了 那就赢到开航了 是 哦 修夫基 真的肯改 肯调整自己 希望他 如果路继续走下去 有机会射到 虎射受业马 希望他真的一改 欧洲国家盃的 慘败经历 希望可以射赢对手 无论对手是哪个都好 我也很刺激 其实 他有什么理由 科顿头两场都还要不出 好像是球避 但是 我们之前都说了 科顿是必然正逊 你有什么理由不出 他 大勇到这样 在曼城 那里 左边 右边 拉薯丰 这个是好 当然是沙卡 再加蒙特 或者加 史达 史达宁也不是好 是吧 他可能很喜欢用 史达宁那些 鸡翼碎部 即是他的跑支 他的鸡翼碎部 不要太少 他的鸡翼 是可以阻止到 我不知道他特意 还是不小心 小动作 鸡翼是阻止到 后卫近身的 那他碎部 也可以保持自己的 腿和球 是一个很近的距离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 被人捉走 那他也有些作用 他的鸡翼碎部 不是一只笑他的 跑支騎 那他现在找到 一个适合攻堅的 拍档就好了 现在英格兰的对方 看他整体中场 各样的事情 发挥得好不好 还有没有犯大错 会不会被人偷偷 但他现在中场 就是贝令咸 都是看到 是一个 挺重要的人 尤其他的足球手 是啊 他搭阿卫斯不错 是一个 另外 但是他上场球 有毛利投出 阿亨特辰 是不是要休息 会不会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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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右尾 又不是坐定 出线 没理由这样休息 他不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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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现在按出来看看 我现在按出来看看 如果获家 如果抢出来 他应该可以抢回 Trippier 右门的位置 那三个 麦队长 史东斯 麦队长 竟然打得很好 三场 哎 我就这么说 整体他比之前好 在曼联少少 但是很多 都是跟 阿拉舒福特 可以 獨楼入球 一样 你的对手不同 级数 我真的 这个有摄个位置 他好像是不是上场球 你对美国 串掩左翼 左翼扭人出球 你想想 都说了 国际赛 其实是含上 英超和欧联的水準 那我也有一件事 我现在塞一个位置说 我之前前瞬 我提不兴趣 看国家代表 他就当加联盟会 臭下热闹 我要跟正 人都会错 我又不是什么专家 专家都会错 我觉得我自己说错 上次 我和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网友 又不太同 有些人喜欢错了 死口不认 当自己没有说过 我错了 有机会给我说 我一定会认回 我尽量 我发觉原来 现在看国际赛 有个趣味 的确 他整体的实力 差距比英超和欧联更大 但是他的趣味 是在什么呢 就是他的实力差距比较大 令到球队 每一队球队 不能打同一种战术 同一种风格 就是现在真的 好像个Expo 就是国际足球Expo 你看到不同风格 不同实力的球队 在当中 如何尽量找自己 多赢的空间 就是你想想 日本作为 就是对着两队 强德作为下风波 他那种下风挑战强队 那种打法 不是你英超那些什么 森林 狼队 对强队的打法 不是的 你森林和狼队 多了一点 都打回一些 迫抢还是什么 不过他迫抢的 那条线 因应自己的实力 就是调教前还是后 都是一样 其实你现在英超弱队 的打法和强队都很接近 因为实力都很接近 他可以用你强队的打法 对付你强队 不过在那个成分上去调教 但是你现在看世界盃 不是的 就是因为大家的实力差距 稍微大一点 也没有几十年前那么大 也几十年前 如果日本的实力 是赢不到西班 或者西班 但是现在实力差距 拉近了 但是又不会近到好像欧联 英超那样 以至到球队与球队之间 仍然可以保留到不同的风格 去看 其实那种期望 那种惊喜 你弱队赢得到强队下风波 赢得到上风波 是挺开心的 虽然水准不会是英超欧联那么强大 但是另外一种风味 是 其实呢 你说英超高水准 其实另外一个看法 你每个星期在等待十场 十场高位逼抢的另类的门 是 好像是透不过气的战争 但是 好像我常说 好像在看十场 制作精良 但是剧本千篇一律的战争 你的制作水准很高 質感很高 套套戏都很高 但是剧本差不多 就是 每次都是高位逼抢 对高位逼抢 也有另外一种的门 所以 偶然四年一次看世界杯 也挺上心 也挺有臭烈闹加联华会的感觉 那我们快快来 如果英格兰差不多 wrap up 你猜他几比几 我猜他就2比0 你呢? 英格兰对 赛尼加尔 2比0 赛尼加尔 赛尼加尔是2比0 都不会多 好了 下一场 你说高位逼抢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表表姐 今届 我觉得有几队 都是 不打高位逼抢 就像哥斯大 第一场被人送七粒 第二场 改善 用高位逼抢 那就有得捏了 这个表表姐 就是摩洛哥 对西班牙的摩洛哥 摩洛哥 两三场都高位逼抢 所以就是弱队用这个战术 令到他现在进入十分十六强 就是英超化了 好像这个狼队都打到高位逼抢 森林都打到高位逼抢 那这一场 西班牙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不是说 会不会西班牙 就是放水 令到这条线都好走 你现在看看他 他左边那边线 巴西 阿根廷 全部都避开了 黑罗地亚 起码第一场不用对黑罗地亚 但是我有一些保留 你说 放水不出奇 但是西班牙 他那一刻不安全 德国和大姨妈还咬得很紧 我觉得正路不会这么拼 而且你看他塞第二球的时候 其实不是特意塞给你 不是特意塞给日本的 就是我觉得 还有他塞完之后再反攻 都是出力的 我又觉得他不是真的放水的 因为收到风那边 德国在赢2比1 你说最后十几分钟放水 那边只有4比2 但是我觉得 入那两球的时候不是放水的 就是说日本 那两球真的凭实力 和凭安利基 选这个龙门 没有选迪基亚 就近处 禁区顶 人家在禁区顶 可以塞近处 那 那其实就是正常发挥 不是放水的那两球 但是如果你说西班牙放水 可以成立的就是最后那几分钟 就是说如果最后那几分钟 他取得盡的话 可能日本守不住 可能2比2 还是怎么样 但是那种放水程度 如果另一个人能选择 迪基亚会不会输这种球 你说一下 迪基亚会 但是机会小 迪基亚输的大二球 第一球失得很噁心 迪基亚都会输大二球 第一球他开球 但是不是这些 他开球 他是马蹄会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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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球不是只塞近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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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是开到那么坏 就不会在那个位置被人抢 另一个西班牙的后卫 好像不是叫威廉斯 又是送离 又是来口的 被人一级 然后就不翻身 翻身动作慢 被人很空 被日本很大的空位 起脚瞄正 你这个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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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打TKTKTK 他下功夫不是那么好 是啊 他要门将都做清道夫 都要一起猜拳 门将是第五个后卫 是啊 那场球 那场球 几代的西班牙领队都是这个想法 他搜门完 现在就受到教训 你这个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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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在英超水準來說 不夠狠、不夠拼搏 那些球員被人過了站在那裡嘆氣 擺姿勢彈拍照 所以你說打傳統足球龍門 和中堅的傳統能力很重要 但是不是都要拿一個平衡 有所謂本業的 譬如前鋒也有本業的 前鋒本業入球 你會不會選擇過入球能力很低 但是傳統能力很強的人先做前鋒 我有時覺得TKTG對傳統的執著 是有點過火的 龍門本業都做不好的 你期望他傳統的 那可以了 你除了手套出來一起踢 那種概念是否去到這麼極端 龍門守龍門差的 總之傳統很厲害的 都找他做正選龍門 除了手套出來一起踢 有11個空手套出來 這個想法是很奇怪的 但是說到西班牙 我當然要講講這個 入了三球的莫拉達 其實都浮浮沉沉沉 其實他過往幾季 但是今屆就看到他的功效 這個球員很有趣的 他就不喜歡控球的 他是那些 就是一一去禁區就馬上走進去 他又不會跌到越偉陷阱 但是現在看到球員就走快兩步 就射入那種 傳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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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正路都是西班牙的 正路都是西班牙的 但是你剛才說 摩洛哥那種拼勁迫搶 真的有冷味的 老實實 我剛才猜了這麼多場 正路這場我特意猜低 1比1射十二馬 誰贏 西班牙輸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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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住摩洛哥不是完全是一個大家不認識的球隊 師爺仔 他是打頂級賽事的 還有下肩是世界上屬了數二的左後衛 還有那個什麼 實力不散的 有一個防中 上場幫我一時間說不出他的名字 這個防中也是打得很好的 所以我要摩洛哥1比0 雖然摩洛哥86年輸給西德 但是我覺得摩洛哥這次 因為伊道奧說摩洛哥會入決賽對喀洛龍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 但是喀洛龍出了局了 那昨天喀洛龍 那個入球的人 一入球脫了衣服 然後拿黃牌 球證一笑笑口 給他一張黃牌 給他變紅 因為他兩黃一紅 兩個都笑笑口出場 你沒見過這樣的畫面 哦 世界盃有時候都是這樣的 譬如你 一定出局那些 去到無關痛了的位置都會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有時候 平時看開一個星期的十場 高位迫搶對高位迫搶 就是每幾年看一次這些 輕輕有機會輕輕鬆鬆的 都是一種另類 人味 多元化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有打生打死的 又有無關痛癢的 總之不要像澳洲波蘭那些 真是很離譜 澳洲波蘭 這兩隊真是離譜 好了 講完下一場了 葡萄牙對瑞士 這兩隊真是接近 葡萄牙也不強得去哪 我們知道 很長篇幅講講施朗 但是我覺得三場 施朗嚴格來說 都不算上街表現 是 賽會欠他一個入球 他一個司法覆核 說些花水 我覺得第一場 他對加納 他入球上打 你知道他那個慶祝方式 加納有個年輕人 不知道是不是射成3比2 又學過他這樣慶祝 真的很搞笑 唉 這些都不太重要 但是他在咬那個球 是不是他的 對呀 跟著助攻給孫英文 那些就更重要 現在郭教授說不是就不是 人家的球有感應器 你還怎麼爭 老實實 你說拼到 可能是你對的 但是如果你用足球的精髓 就是究竟誰令到球進去 其實那個球看很多次萬鏡 是沒有改變路線的 就是沒有經過他的頭之後 改變路線 就算當你頭髮拼到 你貴為球獄 你就不要跟人爭 就是失身份 你明白嗎 有個說法就是 因為這個球 都要歸功於斯奈 就是因為他阻礙了龍門的視線 那你有功勞 就不等於那個球 就算你 大哥 就是很簡單 你打籃球 我單檔都有功勞 但是真的 Roll in那球 你真的 Lay up 入那球 是另一個人 有功勞還有功勞 還有就算當你 真的拿了你 那球 你算了 你自己的身份 不是爭論這些 還有老實說 你不是想著你今屆 可以 他跟Peace Morgan 私底下說 那球是他進去的 就是很奇怪 就是那些 就是頭髮碰到還是什麼 可能他真的感覺到 有些東西比你的頭髮 你感覺到 就是頭髮會 就是撇開這一球 其實他也沒有表現 還要助攻給南韓 追王 不過老實說 其實他的把握力還是什麼 他除了十二碼也有入球 他除了把握力之外 就是他這麼多年來 有時候整體球場 表現不多 他把握力也能保持到 就是他的埋門 都保持不到十足 他現在狀態差了 他可能都保持到七成左右 都夠入一兩個球 加上對球又不是很差 對球又不是很差 但是瑞士也不弱 這場真的難猜 這場會不會二比二十十二碼呢 我覺得 會不會二比二十十二碼 我覺得這場不會0比0 普通亞第一場贏 加納贏得很險 因為我覺得他 是啊 也不是很強對 據說服的果仗 對烏拉圭那種 也不是真的贏得很漂亮 其實烏拉圭應該不太好 不過烏拉圭是欠贏的 卡雲尼說那球應該十二碼 你可否看昨天卡雲尼完完球之後 就去打破VAR的網 哈哈哈哈 我錯過了 後來再看一看 是的 這個烏拉圭的球員很棒 全部都去圍著球證 因為他最後那球應該是半十二碼 應該是半十二碼 不是 他說他越位在先 但怎麼看得到越位呢 大哥 怎麼看得到越位呢 越位是第一球 他第二球十二碼 最後那球是判也不判 VAR也不判 因為坦白說 因為太辛苦了 我欺負一下 但可能會錯過了 不要緊 因為今天的精華又未出 昨天的精華又未出 是的 你香港是看不到精華的 如果你沒有那個什麼 不是 要等 VTV有精華的 但他就 我很懲疑 為什麼今年 其實你國際出現 世界盆每一場都會馬上有個highlight 為什麼你香港那邊看不到 就是YouTube那裡 YouTube是不是blog了 你YouTube有啊 但是我有 我們不用YouTube 因為 今年會不會YouTube國際出現 沒有了 以前FIFA會出highlight 可能不夠錢 是不是 他很可能 是不是怕侵犯了那些 給錢買播影權的媒體 所以 是的 我分享給你 我去年試過做一場 就是歐洲國際的決賽 我試過做一場這個直播 我就不少少拍下的畫面 馬上給YouTube 是的 他們現在都很緊張的 這些那個影像的畫面 是的 他說是FIFA FIFA投訴 他說 是啊 這麼誇張的 你現在上網找些人 真是 上場的入球開 是很困難的 通常那些人 是自己打機的那些片 就是表面上的照片是真球員 進去是自己打機的那些 然後騙你 那樣 是FIFA 是那些 就是騙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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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對瑞士 你要 你賣幾比幾 我極端一點 2比2 石十二馬 2比2 誰贏 石十二馬 誰贏 石十二馬 誰贏 瑞士 我都身心俱疲 老實說 過往三十六 我都看得很適合 當然也要感謝 有在旁邊聽我 過往三十六 做適合的朋友 但是 我只是覺得 哇 真的很辛苦 所以這幾天我都要休息一休息 或者我們要等星期三 我昨晚的四場幾乎是沒有看到的 我看到 欺負得很厲害 南韓那場有些價值 或者烏拉圭 但是你最後巴西出庫選 你都不想看 而且我清醒的時候都覺得 場球是悶的 好像在等完場 我看到有古馬雷斯在我才看 要不然我連看也不想看 南韓那場 幸好我都看到 看到第一 第一個入球我欺負了 看replay 第二球的入球 幸好我都醒了 就看到 三個人都圍著 他被他傳到出來 我欺負了很多場球 老實說 我之前有欺負 但幸好不是欺負得多 之前都叫做 大部分入球都是清醒的狀態 看到的 因為都很辛苦 我之前就看一場 就欺負一個小時 接著第三回合 就看一場就欺負兩個小時 這樣起來看 你香港就慘了 我這邊都好些 起碼我不需要那麼硬 我不生性 其實日本那場 我應該早些吃完飯 回家欺負四個小時 那天不知道 香港天氣冷回冷 接著 老婆去吃火鍋 吃了三個小時 結果沒有睡到這樣看 又是不夠精神 是啊 結果日本兩個入球 都是看那些 你跟他看荷蘭 不用擁擠 正常這樣看都黑眼睡了 是啊 我頭兩場荷蘭 我都睡著了 兩場荷蘭 好悶 荷蘭月亮 真的 荷蘭月亮 如果是這樣 或者我們都到此為止 因為我都要快點做了一條片 出外 半個小時之後 又要去美國 或者我這星期三個又再請你回來 好嗎 好 好 這星期三個應該會顧十六強 這八場球 這四天我就不出片 我也要休息一休息 到時候我們就 尖叫 潛尖八強的 好 OK 謝謝你 蘇古 不要客氣 謝謝你邀請 一起出去 OK 拜拜 拜拜